我刚刚有请教王麒麟 我说我虽然是外行 但是感觉上你们应该是稳赢了 那为什么第二局输了 王麒麟跟我说尽相情缺 赢了第一局想说第二局应该会赢 那缓了没有办法失散出手脚 我想这个就是比赛了 令人着迷的地方 实力好不一定会赢 各种情境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给李扬跟王麒麟一个热热掌声 谢谢你们两位 另外我也要代表国人感谢林毅婷 为国争取到第二面金牌 我们给他一个热热掌声 但是你这一次赢得国人的尊敬跟赞赏 不仅仅是你在全局舞台上面的表现 而是在全局舞台下 你所展现的高度 还有你的风度 你不为任何的攻击 仍然秉持你的这种运动家的精神 令人钦佩 特别是在最后你跟你的教练 在全局舞台上面 跪下 然后挤一拳 那一幕 又或者是你背着你的教练 绕一圈这样 哇 看得都非常感动 然后在颁奖的时候 你还帮你的对手 整理他的衣服 你实在是太感兴了吧 让人们很感动 大家都以你为荣